Hello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今天要來玩國外的恐怖地圖 叫做 The Figury in the Mindshaft 就是在廢棄礦坑裡面的一個人物 就在礦洞裡面 會非常的暗 所以他叫我們把亮度調到最明亮 所以我們就開始遊戲吧 看一下 故事的開始 超級暗 我在哪裡 飛去礦坑啊 他在外面說的故事是這樣的 他的父親進入了這個礦坑 然後之後就消失了 所以他現在進來是找他的父親的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其他人去哪裡了 有人在咳嗽欸 Hello 有誰聽到我嗎 Hello 這裡一定有一條路可以出去的 欸 可是這邊是死路呢 那是什麼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哪一個哪一個是什麼 你看到什麼你看到什麼 你看到什麼 腳印嗎 腳步聲 腳步聲 你不應該在這裡 你不應該在這裡 欸 欸 所以你已經進去那個礦坑裡面了嗎 為了找我的父親他消失在那個礦坑已經三天了哈 呃 只是你的父親嗎 不是他一些朋友跟他一起下去的 好 看來他給我一個劍跟一個稿子啊 讓我下去 如果遇到鬼或者是怪物的話 可以攻擊他們 OK 感謝你 感謝你 感謝你先生 30分鐘過後我們就在這邊了 為什麼不派人跟我一起下來 嗯 這裡就是我父親消失的礦洞嗎 看來這稿子能幹嘛 難怪鵝卵石 哦 我們在這邊尋找我們的父親 應該是沒有什麼礦物之類的給我挖的吧 而且真的是超級暗 我不知道那個錄影錄出來的畫質是如何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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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暗 暗暗 欸 這礦洞就這樣 欸 還有礦物欸 可是過不去 看來是限定我走一條道路的 這邊啊 這邊可以去 為什麼這邊可以去 這邊 這邊也可以去 我還可以去死捏 不要啦 我們往前直走 欸 那邊有一個火把 一根看起來好像壞掉的火把 沒有在發亮的 欸 所以我們被避走這邊 前面好像有一個礦車欸 前面 不能去 靠我XX 啊 What the fuck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走的好快喔 喔 閃電俠眼 你撞牆壁喔 這個它的劇情是比較少的啊 這個地圖 欸 誰 救我 村民 村民的聲音 蛤 從這個石頭後面傳來的 好好好 我來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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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破壞全部石頭嗎 還是破壞一點就好 可是感覺在聲音怪怪的欸 我要救他嗎 啊 村民真的是村民欸 我要救你 我來救你了 啊 終於 啊 有人來這裡了 啊 感謝你拯救我啊 我記得你是我父親的朋友 啊 對對對 他什麼 他去哪裡了 那麼他在哪裡 他在哪裡 你們去挖礦然後他在哪裡 我 我 我不知道 被困了三天了 他 他也不在這裡 欸 他可能在這附近 呃 你還好嗎 呃 看我後面 呃 看我後面 呃 然後咧 結束了 喂 結束了 看我們只有這個結局 因為我們沒辦法再繼續往前 前面有了一個透明方塊擋住了哈 所以這是正確的結局 沒錯啊 對我們被殺了 不是被殺了 應該是被殺了吧 呵呵 好 那麼我們這一次的 實況之間都已經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點個喜歡 並且幫我分享 希望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聲林 我們下次見 掰掰